新城乡公所20号上午办理资收在利用创新公益教育研习活动 而研习的对象是全乡的环保志工 希望大家可以用创意来传递环保的知识 也让更多乡亲们来协助乡公所打造最优质的慢波好行程 资源回收在利用创新公益教育研习活动 同时相展和一台人类首创的活动已经迈入第七个年头了 每年都创作出许多充满创业的作品 今年的演习有别以往是以植物栽培的方式 鹿角界制作来美化自己的环境 从认识古老蕨类植物的特征 了解植物的习性以及改变觉知植物生命的美与价值 透过手作抬球与鹿角界上板 绿莓化与照顾植物生命 另行绿生活与环保行动更可以美化社区的环保空间 达到宣传的效果让环保从生活做起 手工艺的课程虽然有漂亮的东西 或者是使用的东西可以学习 但是最主要是帮助我们把这些环保的概念 带回到社区里面 带回去给每一个相机 让我们形成下环保意识可以开头 让我们的环境可以更好 所以这边感谢各位志工伙伴们 就是把我们把环保知识学习到 然后带回去家里面带回去林立 然后在这边代表现场合理台 祝福大家 就是让大家上课来很辛苦 打扫很辛苦 但是要感谢大家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平安顺心 谢谢 现场合理台特别对所有社区环保志工 为新城乡环境维护与付出表达感谢 并且加免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让新城呈现一片整洁干净 他表示主题是垃圾 回收就是资源的概念 必须扎根 呼吁相信确实做好垃圾分量 与其源头减量 现在相公所每年办理 创新公益交易研习活动 让社区环保志工们参与 就是希望志工们把研习中所学的环保知识 带回社区之内 让相信能够响应资源回收的政策 展现出环保概念持续在社区落实 用创新与创作的传递环保知识 让更多乡亲协助相公所 共同来打造环境最优质的安保好行程 记者希望我们先看到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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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